大家好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了一个叫做 女性的一个感情观 在前几天我在批命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 他就说 对女孩子而言 感情还是一辈子最重的那个东西 当各位你一听到这样在讲的时候 你应该就可以判断这个女孩子 她是属于比较年轻的 那年轻的 要是30岁40岁 什么感情的妈的 叫老公给我钱就好了 妈有钱比较重要 我可以过活 什么感情 有的甚至会说 妈的不要再跟我讲感情了 只要有一段就好了 妈之前结婚 妈被老公搞死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感情 这是女生来讲 当然她一辈子 她当然都希望说 有一个能够对她很好的一个人 但是我常常都会给女生泼一个冷水 就是说 在八字里面 她就没有相合的八字 没有永远相合的八字 所以你不要去想要说 透过八字合魂 帮你来讲说 你们两个合不合 跟你说 那永远都不会合 永远都不会合 他就只有一个时间最合 就是热恋期的时候 因为热恋期 你们刚好双方互相吸引 那是八字最合的时候 所以 因为互相吸引 才会从不认识变成认识 然后很快的 你的运程一走了 流年气一转了 大运一转的时候 八字一转变 各位还是一样 男生会走到破财 女生会走到破关 男生破财自然就对感情这一方面 他就比较不好 女生破关就对感情 这方面就会比较不好 所以记得 为什么我的服务项目里面 没有八字合婚这一点 因为就没有一个相合的八字 没有永远相合的八字 只有热恋期的时候是这样 我就跟这个 因为这个女生 她是标准的破关 她是标准的破关 所以说 对她来讲 当然在感情上 她就会觉得不如意 她不是没有男朋友 但是她会觉得很不如意 我就说很简单 你像你这一种的 不管你在讲话 你是破关的女生 就伤官客官的 或食神自杀都好 在讲话 跟你的个性比较不过 有的是跟个性很关 那个有关 就是她个性是强悍的 有些人真的是很姑娘 可是她还是要在感情上 很容易会受挫 为什么 因为她的官被克的时候 官被克的时候 其实她的讲话 就会有点让男人 让男人 会让人受不了 她就会有这种特质 官被克的时候 上官客官的时候 讲话就会让他的男人 觉得受不了 可是她觉得 她的个性不坏 可是她就有这种特点 她嘴巴 但是有的人就算她讲话 就很 也不是针对性 她就是那种感觉 就会出现 了不了解 那种感觉就会出现 所以其实基本上 一般 商官客官的女生 就是食商官的 官被克的女生 我都叫她 你们把财拿出来 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存钱 越有钱的话 你讨花会越好 比较 没有 不一定大家都有钱 可以存的 一个情况下 比较心理作用的话 才代表讲理 就理性一点 做个女性的 理性的女人 女性的女人 所以不要变成是那种感性的女人 因为商官客官的话 是非常容易流于感性的 这种女生 各位看我就知道了 我是商官型的 所以说我的情绪 气浮是比较大的 女生不能学我 对不对 女生学我的话 你的感情一定差 要理性一点点 但是我又偏偏没办法理性 因为我破财 所以说我就不理性 所以说只好情绪的一个气浮 大家发现到 那是我特色 因为我官不代表我的 我的桃瓜 所以无所谓 你知道吗 无所谓 但是女生官是你的桃花 你不能跟我一样 对不对 所以要用财 财是理性 所以说要纯浅 不然就是理性一点 我就跟各位讲 就是说 身为一个女性 你真的要知道 男性的一个感情官是怎样 男性的感情官是一个财 我就跟他讲一件事 我就跟这个妹妹讲一件事 你都会觉得 哎哟 为什么男朋友追到钱 把我当宝 有追到后 又对我 又不太想理我 这种样子 我就说很正常 对男生而言 对男生而言 财 你只是他的财 财 财的特点是什么 我可以控制的东西 来讲 财他是不重要的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说 你的包包 你很喜欢拿包包 请问 你喜欢的是旧的包包 还是新的包包 我这样一问的时候 嘴巴就 连女生都有这种特点 他就喜欢新的包包 所以财本身就有一个喜新厌旧的特点 他喜新厌旧 所以你要知道 他在追你的时候 他是用食伤 来追你 食伤才追财 可是到最后 追到了以后 你就会变成他的财 因为你刚开始是跟他是比肩而已 是平等的人 可是到最后他追到你就变财 财的地位就变低了 因为财是我可以掌握的 对不对 你假如妈跟你的男朋友说 到底是你的朋友重要 还是我比较重要 他一定可以讲 妈朋友比较重要 对不对 因为比肩可以克财 对不对 所以说女生不要问这种笨蛋问题 所以来讲 你就会知道 当你变成人家的财的时候 你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 各位 这是比肩 这是你的男友 这个是财 比肩是跟男友平等的 财在男友之下 所以你认为你的地位 会变比较高吗 当然不会 一定是突然变低了 所以通常被追到的女生以后 他就会有一种失落感 有一种失落感 为什么不像之前 怎么疼我 妈 反正我又变成做得要死要活 很正常 好像我还比他朋友不如 对 没错 他朋友还跟他一样大 你还会被可怜 所以 我就说 你要记得一件事 当你在感情上 你不要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一块 就是你的男人身上 你也要留一半的时间给你自己 做回你自己 简单讲 他都跟我讲说 老师 我为了男人 我都觉得我不像我自己了 我说很正常 所以说 因为你又破关 所以你当你不做回你自己的时候 你必死无疑 了解 所以你的男朋友要跟你分手 都一定跟你讲说 你变了 你变得不像你之前一样 对 他本来就喜欢姑娘时候的你 那时候的你是怎样 跟你的朋友做的 怎样 跟你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展现出正常的情况 可是为什么 你跟我交往了以后 你就什么东西都在我 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然后就不像当时候的人 你连你的朋友 你的生活圈全部都改变掉 这个就不对 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说我是为了男友 男友不会感谢你 因为在男生的心目中 女生的地位 本身就是比较低 所以你说大男人主力也好 你不要去变成那个财 你要变成的是什么 还没被他追到前的那个女人 他要的是那个女人 不是追到以后的那个女人 这两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来讲 不要把所有的重心都丢在你的男人身上 他反而会觉得你很烦 他会觉得你很烦 所以你要做回你自己 做回你自己 你的男朋友会尊重你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喜欢那时候的你 而不是喜欢变成女朋友的你 所以这一点当你了解的时候 跟你说现在的女生 你只要是作为一个现代的独立女子 桃花都会很旺 但是你假如做了事 跟一般的女生一样 你的八字又很差 官被克的一种情况 会怎样 感情上一定受挫 感情上一定受挫 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 以前的女生没有地位 教夫相子 来讲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 男生对他的大老婆 也就是怎样 要理不理的 对不对 那就娶妾 当妾姿色不漂亮了 他要去娶个小妾 那就是以前的社会 但是来讲那个是过去 现在你身为一个女人 女人的一个特点 这在八字上非常的显见 男生有了女性 他就会把你看低 但是假如你做的是他所看低的 你就是要这样做这样做的时候 你反而不会得到他的信任 反而你假如是跟姑娘时候的你 一模一样样 跟你说 感情永远都会不错 为什么 因为你老公就会想办法 你奇怪 妈 这样子也不对 那也不对 到底要怎么对他 因为你是一个没有改变的人 他就喜欢那一种特质的人 所以他就会想办法去追 所以身为一个现在女性来讲 我会希望就是说 当你了解到八字上在讲 这种道理的时候 当然你感情是对你很重要的 但是请你不要把你100%的心思 放在你的男人身上 反而你的男人会因为这样 反而觉得你很烦 你只要放个50% 在他身上 50%在自己身上 当姑娘的时候 爱漂亮 这边化妆 那边化妆 当人家的女朋友的时候 妈都变素颜 这样子不对 还是这边该化妆 那边该化妆 然后 对不对 正常的交际 正常的交际 很多人 一有男朋友 变得跟其他男生都不敢交际了 这样子不好吧 他说我怕男朋友知处 你男朋友假如这样子就知处的话 跟你说你以后就很难过 为什么 稍微跟你在工作职场 不会有那男生 稍微讲几句话而已 你老公回家就把你拖回去打 所以说 要知道 不要变成是像我所讲的这样 而是说 你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孩子 不会因为你有了男朋友 你就会改变了你自己的生活圈 是不是有很多人 有了男朋友以后都不跟我们在一起了 很多女生是这样 她的生活圈就变了 自然而然 各位 像她为了感情而改变的女孩子 在婚姻上 通常她是属于迁就的 自然而然在婚姻上都不太快乐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在八字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你想要破除像这一种的 特点的时候 那就是作为一个现在的独立女性 不要有了爱情就冲昏了头 简单的讲 没有爱的死去活来 就只有恨你恨的要死的 了不了解 我们身为命理师天天在看 老师我老公怎样老师 我跟我老公大官司给他死 各位 当时候不是爱的要死要活的 现在怎么都恨的恨的 恨的最好下十八层地狱 所以感情这种东西 我简单的讲 他不是实际的 没有什么天长地久 只有现在的感觉 你说你好就好 说你不好就是不好 所以真的是有点假 有点假 身为一个女性来讲的话 我希望女性都是比较感性的 这一种的情况 稍微理性一点 这样子一来 你不但你的生活可以做回你自己 而且你也会有不错的一个感情生活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